我是做梦也没有想到 把冬瓜放入锅里蒸一蒸 出锅瞬间变成了一道美食 我是万万没有想到冬瓜还能这样做 切好的冬瓜 加入一勺盐 杀出它的水分 放入一勺盐 给它杀杀水分 然后准备点猪肉馅 加葱姜 食盐 然后我也准备点猪肉馅 放葱姜 食盐 胡椒粉 生抽 和一勺淀粉 胡椒粉 生抽和一勺淀粉 沿着一个方向搅拌 沿着一个方向搅拌 这个时候冬瓜也杀出水分 变软了 我的冬瓜也杀出水分 变软了 再像这样卷起来 然后放入肉馅 添满压实 像您这样卷起来 再放肉馅添满压实 沿着盘中 码成个圆形 然后把它们放成圆形 条件好的 中间再打入一个我下的蛋 条件不好 中间打一个我下的蛋 水开上蒸锅 蒸个十分钟左右 就可以出锅 水开上蒸锅 蒸个十分钟左右就好了 再加一碗清水 煮开放入红椒丁 再加一瓢清水 加入红椒丁 加生抽水淀粉 开大火将汤汁煮至粘稠 加生抽水淀粉煮至粘稠 淋在冬瓜上 一道软嫩鲜香的冬瓜酿肉 就做好了 浇在冬瓜上 一道软嫩鲜香的冬瓜酿肉 就做好了 我的天哪 这么神奇吗